台積電的全球布局在歐洲 不斷的爭取 台積電決定要到德國去設廠 但問題來了 德國政府現在是歐洲病夫 他的政府沒有錢了 当初承諾台積電的補貼 現在怎麼辦 那個時候承諾的是50億歐元的補助 現在錢拿不出來的話 台積電還要去嗎 這是德國他們在半導地產業當中的一個希望 這個希望就這麼扼殺在搖籃當中嗎 德國政府出了什麼事 那台積電接下來會怎麼做呢 來問問世聰哥 事實上在台積電往國外投資的時候 就說大概會成功是只有日本 那其他地方來說 我覺得壓力都很大 那果然你可以看到日本 現在不是傳言要有第三座廠 但是目前為止 美國跟德國都還沒有看到 一個具體的這個樣子 特別是德國 因為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還宣布說 要去德國設廠 結果沒想到 德國憲法法庭宣判就是說 因為聯邦政府裡面 把這個原本的要用來抗 這個抗所謂COVID-19的預算 你把它挪作所謂氣候跟轉型基金 他說這一項基金 這一項法案是違憲的 但是為什麼 所以他補貼台積電的就是這個基金 氣候與轉型基金 然後他的基金來源是從這個抗疫預算 挪過來 那這個所謂的氣候跟轉型基金 一共高達600億歐元左右 那折合新台幣是三兆 那這裡面來說的話 就是氣候跟轉型的基金來說 就是有補貼台積電的這個 就是從這一筆錢出過來的 對 所以也就是說目前為止來說 不只是補貼給台積電 可能補貼給英特爾 都完全可能沒有著落了 好 那為什麼 我們先來講 英特爾原本是英特爾 比較早宣布在馬德堡投資 那投資的基金是上限是300億歐元 那折合新台幣是1兆台幣左右 那德國政府當時是承諾說 我給你補貼三分之一 大概是99億歐元左右的數字 那沒多久的時候台積電不是到德勒斯登去設廠嗎 那德勒斯登設廠的時候 這個規模大概是100億歐元 那當時的這個德國政府是承諾說 我給你50億歐元左右的這個補貼 但是問題是 你這個補貼沒有著落 那我還要去設廠嗎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德國總理肖茲跟他們的經濟部長 就趕快打電話給這些 包括說像地方官員 因為德勒斯登政府或是馬德堡政府都覺得 那你現在中央政府是怎麼樣 德國政府講話可以不算話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這個法案法 法庭的這個憲法 憲法的規格更高 那這樣沒辦法 原本是這樣希望 但是現在沒有這個著落 那他們目前為止在全力安撫 那同時間也當然也跟台積電跟這個英特爾都說 沒問題我們一定想辦法 我們全力支持 但是這個錢從哪裡來 再想想看怎麼來 所以我覺得目前為止 德國政府要上老金了 你錢到底要從哪裡來一個狀況 否則來說的話 那打搖為什麼去那邊設廠 好 那我講為什麼目前為止來說 這一筆預算會出問題 主要原因也就是因為 目前為止來說 德國的經濟不是太好 那尤其是你可以看到說 他第三季 第三季的這個經濟成長率 較去年同期是衰退了0.4% 也就是說其實德國經濟在萎縮了一個狀況 那萎縮一個狀況裡面來說 主要原因是什麼原因 當然主要原因 因為德國的這個整個產業裡面來說的話 幾個產業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是汽車產業 另外是化工產業 還有這個精密機械等等這些產業 那特別是對於汽車產業 汽車產業我們就講 今年以來的話 我們要以這個所謂的電動車 電動車來說 中國賣得非常好 但是德國包括說像Volkswagen 或是說其他的品牌 賣的其實並不好 所以等於他在整個電動車市場 沒有突破一個瓶頸 另外第二個就是燃油車 燃油車目前為止一直在 不斷的在萎縮跟衰退之中 所以對德國來說 他為什麼要找一個轉型計畫 為什麼Volkswagen那些投資這麼多 就希望說能夠轉型的過程 但是轉型現在為止來說 面臨到一個轉型 沒有轉過去的一個狀況 所以對德國來說的話 第一個汽車產業 目前為止陷入很大的困境 第二個就是化工產業 化工產業來說 今年整體的經濟景氣不好 所以整個石油價格也沒有很好 即使到現在的狀況之下 石油價格還在回落 所以等於化工產業也表現得不好 另外就是所謂的精密機械 那精密機械過去一段時間 可能都銷售到全世界各地 或是到中國去 但是現在為止來說 他也是受到日本的這個貶值 因為日本 因為他的德國某些產業結構 跟日本很相近 就日本貶 日圓貶了很多 對德國也造成很大的壓力 所以德國目前為止來說 他的經濟真的是不太好的一個情形 那也因為不太好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有 那一筆轉型的轉型基金 就是說我們用來投資 下個世代的這個德國重要的 這個基礎工業跟產業 所以才會從那一筆支出了 這個所謂Intel 還有支出了所謂台積電的 這個轉型計畫 但是為什麼德國的這個政府 會否決掉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知道其實在過去 歐洲五國 這個爆發財務危機的時候 他們不是都有一個所謂的 你要尊傑支出嗎 那尊傑支出的話 你要有個機制 那你用個機制來說 德國的機制是用什麼 他就是說用一個憲法 憲法會針對你這些所謂的 你的資金法案 如果超過上限 或是我覺得不合理的 我就會踩煞車 你不能用太多錢 對 他就會踩煞車 所以這筆預算就是因為 這個來 因為他原本要把這個 防疫基因挪作這個部分 然後到憲法去 憲法說不行 這個已經超過 我們預算太多 所以就把它踩煞車的一個狀況 那甚至不是只有這筆預算 目前為止 大概有七千七百億歐元左右的年度預算 目前為止都還在法院裡面 那法院都可能判決這個不行 那目前為止 也不知道是該從哪裡來 可是像德國政府會陷入一個迷思 他為了他的政府的財政的健全 他放棄掉他的未來 是不是 這個就沒辦法 因為這是德國的一個機制 他有一個 有點類似像 這個機制有點像是美國的政府舉債 上限的概念 就是你舉債一個上限 但是你看拜登也是一直想要投資未來 但是問題舉債上限就是在那個地方 所以等於是說 現在他中央政府的預算 可能很多現在目前為止沒有著落 沒有著落的話 他就會波及到什麼 因為我講 德國現在急需要轉型 轉型的過程裡面 你政府可能要帶動投資 帶動一個所謂的轉型計畫的啟動 問題是你現在沒有 沒有這些著落 沒有著落的時候 所以人家就說 恐怕明年對德國經濟成長來說的話 會形成一個更大的壓力 就是政府的支出又減少了 狀況之下 所以才說現在德國真的是 消資跟他們的經濟部長 真的是莫萊修的一個狀況 對 所以德國的財政問題 現在已經這個感覺拖住了 他未來經濟成長的後腿了 那到底他們會怎麼決定 台積電還拿得到這筆補貼嗎 我們再來持續觀察